傲娇表亲 顾冯恩 初恋女友陆文西 直上菜鸟 张绍云 萧定全一生可以说得上是 蠢猪队友不断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萧定全太子殿下的坑货队友吧 坑货队友第四名 女儿狂魔 萧瑞剑 坑货指数两颗星 手握天下大拳 有时温文尔雅 有时暴跳如雷 闪上技能怒喷队友 奇怪是不管何时何地 都喜欢大声喷队友 朕的太子 无限朕的亲王和宰相 你要朕在前下面见 怎么能抱下你 坑货队友第三名 铁骨铮铮 顾冯恩 坑货指数两颗星 皇室宗亲 加上功臣三代 我们的顾冯恩 那完全养成了一副 铮铮铁骨 直着傲娇属性 可把我们的小定权给害惨了 叫你来就是告诉你 给朕看好了他 朕知道他的脾气 如果是抗制出走 我饶乱军心 这个罪名 你跟他一起担 坑货队友第二名 红颜之急 陆文西 坑货指数 凡科兴 这算得上是我们 肖定权殿下 从未谋面的队友了 第一代 太子非人选 外表聪慧 只可惜 智商不高 多次坑惨我们的太子殿下 我问过张尚书 在陆中诚出事的那天晚上 他没有收到我的信 而这东西 倒是在你那里 坑货队友第一名 纸上菜鸟 张绍云 坑货指数 四颗星 纸上菜鸟 逻辑鬼才 惊艳宝宝 作为一个呆萌的官二代 自带坑队友技能 不管是姐姐 爹爹 还是姐夫 只要是队友 都逃不过张绍云的魔爪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遇到这么多的坑货队友 萧定权的太子之路 只怕是不好走啊